繼續社會社就要進一步來關心 美食外送北台現在當時走 也有一些交通問題 因為有人沒太過激 像外送臨完 常常在生日等好的時間為規停車 有時候過時間想要來拿中間 就要操縮 還有撞紅頂的情形 他們去發生車庫 台北市市政府現在回規 暗算要來規規這個外送臨時停車庫 一些外送臨完 聽到這個消息 都是驚想手贊成 不然還有警察說你在市區本來車庫就很難聽了 要再找停車庫實在是很不簡單 現在要再另外幾個空間又比較不困難 外送完 我在送外送結果率感受嚴重 真正在頭紅毛發生送外送的出車好 明明無期的事情 外送北台越來越順暢 造成的交通問題也越來越多 讓送外送的安全受到大家注意 台北市政府下位要找入車來開火 幾個外送臨床 個人贊成 因為這樣子 你做一單 被開一張單 幾乎法人今天都沒了 既然到吃飯時間 經常都能看到外送完 外送完為幾停車的進行 造成大台車 台北市政府下位要收發 未來外送更多的地方 會為機車淨停庫 另外會跟業者討論 出銷和時尚到尾的制度 避免送外送的為到出時間 拿中間 為整個洞營更超速 路段比較 比較複雜 那可能有些地方的地形 恐怕是沒辦法配合 而且他們可能就是會停在 他們比較接近的地方 以節省時間 所以可能就比較不容易 不會去停放在這個 這個合法的離職停等器 近香港 全門提供 讓尚外送的停車的 任天空 執行起來有困難 不過由十月開始 若是尚外送的發生交通的事故 就會特別加記下來 兩三個月後 拿來做未來分析的資料 外送北台 竟然更方便 不過法規和相關的配套 也要做得好 若沒有困難會帶來 更加多問題 記者綜合報道 對解胡說 攏 搭訪 有